好 那我把它放大一點 好 好 太棒了 年輕人 好 沒關係 我幫你 好 這上面啊 對不對 有兩百多個科學的活動 這些科學活動 它有兩個精神 第一個就都是什麼 都是那個小朋友 或者大人 那個動手來學 那第二個 它全部都是吸氣授權 就是說準備給那個 那個現場來使用 那你如果按照這個連結 你可以去搜那個射擊氣球 就是我今天要講的demo 比如說 那個我們常常需要教那個作用跟反作用的原理 那有時候 會 那個需要很多器材對不對 小朋友不能玩 那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影片 波棒 波 對 他 好 你研究一下 那其實你如果要教那個作用跟反作用的原理對不對 那個最簡單 小朋友可以玩 而且最簡單的就是你拿一個長器材 那拿一個長器材 對對對 對 放 這個就是我現在看過的 而且我們真的在平台上 有放 而且真的叫小朋友來玩 然後真的教他 中用力跟反作用的原理 那下一個 好 那你現在在放的時候 他就不是 不是 很筆直 那怎麼辦 非常簡單 因為 氣球很 好好好 你們看到 這個是水電膠布 氣球很輕 好 所以我們知道在氣球前面 加那個 那個水電膠布 那個繞三圈 好 出去 對不對 然後 他就可以了嗎 他就可以 那這個又叫第二個原理 重心 重心配在前面 他就會 好 那往下 你幫我往下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在物質科學其中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準備了嗎 準備 放 放 那個以物質科學來講 就是俗稱的那個物理化學 我們準備 準備 把 讓 那個公民 用科學眼看 和日常生活 的六十個原理 做出來 通通是用剛剛那一種 那一種動手學科學的 做出來 做出來之後呢 那我們 我們想要 你就直接放下面那個短片 好 那我就直接 直接去 然後那個聲音給他開小聲一點 做出來之後 我們把 準備要把現在 中學的科學課 換掉 把現在中學那個訓練假科學家的科學課 換掉 換掉之後 通通用 動手做 而且是 看那個日常生活 先說一下 那今天你希望有怎麼樣的人來一起幫忙 好 那個 那個你幫我打開一個共筆頁 我現在來打網址 很快 很快 這個嗎 對 好 今天你就是到這個共筆頁 對不對 你那個連結進去就可以寫 對不對 一 感興趣的生活現象有哪一些 好 然後接著下來 你覺得這個 生活現象背後的原理是哪一些 就跟我一起來寫 好 謝謝 謝謝老師 所以我們 如果今天有一些大家有想要做的 實驗的話 就可以到這共筆一起來分享 然後這邊 生活中的現象 好 那這邊有那個 老師要不要拿那個一個 坑竹徽章 畢章